楊榮宇先生在《大紀元新聞網》的專欄《港喬治》 標題為《仇稱是新香港核心價值》 年輕人是社會的動量這句話不應該留於口號 實踐在當下更重要 幫助許智峯脫險的丹麥保守黨全國青年委員會前主席 Anders Storgaard今年只有28歲 Alexander Curtis在2017年當選英國Wear市長時 只有20歲 Michael Sessions在2005年當選美國麥根州 Hewsdale市長時只有18歲 這些機會香港人不會有 反送中抗爭運動失敗 意味著仇稱運動取得全面勝利 你可能亦想勝利者自然會利用一切機會鞭撻年輕人 最新的例子是葉劉淑儀 上週她在立法會會議上說 教育問題是導致反送中運動之中 年輕人被誤導犯法的重要原因 她說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一詞令年輕人不以為批判就是思考 結果導致年輕人太自我 緊急培養和品德出現問題 因而導致MIRROR演唱會屏幕下聚等多種下人聽聞的工業意外 政治人物手中邏輯過度推論 over inference機系偏見也是缺乏收養的表現 她關於批判性思考的言論 更令人質疑她作為史丹福大學高材生的能力 反國教和雨傘運動後 她開始將社會問題的根源指向學生 並用中共的邏輯將批判性思考的批判一詞 扶回為中共式的政治批判 換言之 她將critical偷換成criticize 因而要求教育局將之改稱為明辯性思考 然而明辯即明白和辨別 只屬於低層次知識 來批判能力亦很遠 意思與批判性思考雙倍 但而於政治壓力 教育局和考評局於2016年接受了新釋法 這個改動完全是笑話 新釋法沒有任何學術基礎 純屬政治操作 全球華人社會只有香港 準確說是香港教育界 標旗立耳 葉劉說她不知道 中國大陸愛批判性思考愛得要死 那裡有全國性的批判性思維教學研討會 黨部《光明日報》曾看出 如何推動批判性思維教育文章 算稱批判性思維是國民必須的素質之一 他們明白批判不僅意味著批評 這個意味著能透過表面看到深處 思考、批評和分析 另一篇文章說 一個習慣批評和批判的人 總會有新的思考和新的發現 這個會令他激情澎湃 不知疲倦 而一個缺乏批評意識 和批判精神的人 往往唯唯諾諾 唯命是從 不善於與不同的人或是打交道 這種人 怎可能令教育教學充滿樂趣和挑戰呢 葉劉和香港教育界 和他們相比高下立建 在葉劉式的歪理下 政治人物不需要為所作所為負責 所有政治失誤的責任 一概推給年輕人 所以整肅教育界 整治年輕人審查思想 將是新香港的重點政治任務 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年輕人 好像利君雅一概不可以在香港生存 上週英國學校舉行一連一度的 反希寧州活動 透過Ords Sock State 特異村不成一對的物資上學等活動 傳遞重視個性 尊重差異的信息 反觀香港 欺凌和壽清已成新香港核心價值 而且由整個建制機器出力推動 香港年輕人 誰會夢想自己18歲可以當市長 香港年輕人的使命只有一國 好好學習國安 不要成為黑暴